我说小岛修夫是唯一能在八位级上做出电影感的制作人 很多观众不服硬摇杠说了人者龙剑传 拜托我指的电影感不是片头当中插两段动画就是电影感了 而是小岛修夫做出来的游戏 在玩的过程中其游戏背景 关卡设计以及聚精桥段 甚至脑洞本身就像电影 瓜哥的舅舅就是开游戏机房的 我那时放学或者休息日就经常跑过去帮他看电 见过的玩家玩过的游戏数不胜数 而兰操战车是唯一他们说看了像电影的游戏 你要知道八位级就算做个蛋都是马赛克的情况下 像电影这一句评价还不牛逼啊 瓜哥当年就算玩MD和SFC这些16位级 都没见哪款游戏有人说像电影的 当年第一时间玩过这款游戏的老玩家应该会有同感 但就算是这样 离小岛修夫本身的电影们还是很遥远 不管是MSX还是FC 其机能就摆在那了 小岛就算是再牛逼 肯定也做不出视觉体验正有电影一般的游戏 所以在开发完合机装备2故事后 他找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平台PC98来施展拳脚 而且为了更好的展现电影手法 他还是选择了和之前瑞朵者一样的游戏类型 做了一款名叫太空奇景的门字AVG游戏 玩过这部作品的玩家应该会感觉到 与其说这次游戏 它更像是一款超越普通AVG游戏范畴的可交互动画电影 小岛修夫后期所有作品的镜头捕捉 背景设定 人物构建 乃至叙事风格 包括喜欢打擦边球 都可以在这部游戏里找到相关的雏形 像PSC上核心装备的女主梅莉尔 就是直接招搬的本作 瓜哥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屁股 而配是英姿 实在是非常经典 画面上小岛的游戏就不用多说了 肯定是牛逼Plus了 一直属于世界顶尖的存在 哪怕在日后日常最拉垮的岁月里 核心装备的画面都一直是日常技术里的遮袖版 连续几次的作品大漫 小岛修夫已经把科勒美上下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简直可以说是要啥给啥 公司吃巨资 请来了当时一届非常顶尖的动画制作公司 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字处理 以及二级3D混合技术来制作游戏画面 制作规格上和当时的剧场版动漫看齐 剧情及背景设定 由小岛亲自抄刀 小岛这人你们也知道 就喜欢抠细节 注重游戏的严谨性 所以哪怕它对游戏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有多戏谑多夸张 但其严谨和逻辑自洽的内核 王会让玩家有一种虽然很扯谈 但是好真实的感觉 游戏里无论是一些化学药剂 医疗器械 还是一些未来的科技产品 都有详细的介绍 就是这些种种世界 勾结出一个比其他游戏感觉更为真实靠谱的游戏世界 所以你别看它只是一款AVG游戏 其内容充实度和考究度还是非常高的 剧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略显俗套 典型好莱坞美式英雄大片的套路 不过当时正是滴滴雪 这种各轮英雄主义电影大卖的年代 所以这个设定也属于符合时代潮流 而且那个年代 电影里普通的剧情放在游戏里的展现 还是属于蛮震撼的一件事 小岛本论确实有不俗的导演天赋 哪怕你在开头就能猜到结局 但由于它游戏节奏设置得很紧凑 剧情堪称高潮迭起环环相扣 所以会吸引你不断玩下去 而关于文字AVG类型的游戏性 你们也懂的 尽管小岛秀夫确实加入了设计和解谜的玩法 但对于AVG游戏来讲 只能是聊胜于无 信大家还是前面所提到的小岛游戏的特质 小岛秀夫除了喜欢电影外 我们看他现在这么推崇三体 以及小岛工作室logo的设计 也应该猜到 他同样非常喜欢太空 小时候也同样梦想过当宇航员 有一次面对记者采访时 他说到 只要给他上一次太空 别说是工作了 连面都可以不要 本作就是他给自己和玩家们的礼物 对儿子电影们和太空们的一个交代 虽然本作的评价同样超高 但是游戏类型的关系 销量不是太好 该游戏类型 也成了小岛的最后一次尝试 而接着 就是小岛秀夫真正成神之作了 1994年太空奇景发售时 游戏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你们知道是什么 看过瓜哥主机大战系列的 肯定会脱口而出 PS1SS发售 标志着第五世代主机大战开始了 而第五世代主打的就是 光盘媒介和游戏三体化 这对于小岛秀夫 游戏电影化来讲 简直是如鱼得水 那么问题来了 第五世代主机这么多 他为啥偏偏逼选择PS1呢 确实 一开始小岛秀夫是真的考虑过3DO 但3DO游戏有个普遍的特点 就是智能影像播片类游戏比较多 擅长虎闻那些不怎么玩游戏的人 这些游戏本身的游戏性奇迹 根本没啥耐玩性 加上售价特别昂贵 所以装机上就少得可怜 而世界的土星和老人家的N64 一个3D性能不足 一个压根没采用光盘没键 根本没法播片 属于都有各自的短板 加上九度聊目镜的这个老硬币 造成了老人家第三方集体叛逃 所以相对完美的PSC 就成了合力装备正传的唯一指定平台了 而小岛组也在那期间正式成立 小岛秀夫开始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 组建团队面试时 他发现了一名非常有趣的人才 当时小岛已经看了面试者大约100分的作品集 有些作品确实让人脸前亮 他也会为每分作品打分 比如分为SABC等 但直到看到小星的作品 他才近乎终于出现了可以打S的冷选了 而他口中那个才华横移的小星 就是星川阳斯 合金装备系列的运用画师 同样的死亡搁浅也是出自他手 属于小岛的铁杆拥顿 日后也一起对抗过科勒美 除了画工鸟的外 他的3D建模构建技术更是一绝 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 他经常会加班 把某些模型加工成实体 来进行更全面的观察 小星的这种特性 对小岛这个如此注重细节的人来讲 简直是鲁虎添翼 软件到位了 硬件上小岛自然不会马虎 特意带项目组跑去美国 找到了美国特勤局进行实体考察 记住他们执行公务的状态 以及所使用的武器型号及车辆 并且聘请了美国当地非常有名的枪械专家 报了个射击练习中心 来熟悉这些枪械的实际性能 一旦在游戏里还原出最真实的特种战斗 就在大家纵之沉沉 齐心协力下 1998年9月3日 一款足以载入史车的神作来袭 合金装备塑裂的颤上 看过瓜哥其他节目的 应该知道当时PSC上的游戏 为了显摆强大的影音播放能力和光盘大容量 特别喜欢使用大量的CG动画 来凝造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导致有相当多的游戏厂商 把为数不多的经费全用在CG上了 游戏本体反而表现得很糟糕 又因为最终幻想生化未知的大火 CG背景贴毒 3D人物的尾3D游戏开始紧喷 而小岛说服就这么特立独行 反其道而行之 偏偏用全3D人物场景 全即时演算动画来打造合金装备 结果不靠哗众取宠的CG动画 一样能震撼众人 小岛用其独有的电影手法 凭借简陆的3D机器演算 构建出气势旁博的剧情演绎 当年我舅舅看完玩PSC 尽管是看过我玩《生化危机2》 《FF8》《基金前夜》这些以CG画面著称的游戏 但舅舅还觉得合金装备最好 因为他看上去很真实 凭借当时那么雷落的3D技能 能让封不清FCMD游戏的舅舅 说出这种话 也算是最高褒奖了 很多年后 瓜哥看了当年小岛修复制作 合金装备一时接受的采访 有句话给我的速度特别大 如果玩家没有感觉到真实 那么开发这款游戏就变得没有意义 这句话也确是让我对小岛游戏特有的真实感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上一期很多阴阳怪奇的留言 说小岛修复是被告估的 实际上这些人压根就没怎么玩过小岛游戏 其实只要是第一时间仔细玩过小岛游戏的玩家 我相信当时只会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膜拜 实在是太操权了 那时的小岛修复正出于制作人的黄金年龄段 这是其鼎盛期 你们老拉50多岁60岁的小岛 来评价他整个制作人生涯 这多少有点过分了 所以这款游戏给瓜哥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还能就是小岛的想象力了 有些墙壁有暗门 一用手敲墙壁 到这个地方会有空洞的回音 可以用C次炸开 打boss心理螳螂 因为他会毒心术 所以你一定要接到爱好手柄 才会比较容易干掉他 因为用一号手柄 他能提前预判你的行动 导致你开枪 全脚踏基本都能避开 被关进监狱时 躲在床底下 伪装已经逃出去的假象 骗小兵开门查看 抽烟有害健康 会不断捡血 但是根据烟雾 可以半断出红外线等 众多脑洞大开的设定 都让瓜哥大开眼界 这么说吧 当年吸引瓜哥买PS1的 不是轮轮追捧的FF7 而恰恰是合金装备 是它让我又从PC平台 再次回归了主机平台 实在意义非凡 这款在当时 被誉为游戏和电影 融合最完美的作品 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追捧 最终卖了1200万份 兄弟们1998年的游戏 1200万是什么概念 牛逼坏了好吧 在PS1所有游戏里 都能排进前三 就算PS1名作辈出 经典游戏数不胜数 但还是有很多游戏媒体和玩家 奉奉他评为PS1上的最强游戏 随着合金装备越来越火 小岛说服也成为了 日本乃至世界玩家群体中 家喻户晓般的人物 小岛说 有一次他去伦敦 随便找了个酒吧做作 都马上被当地的老板 认出来索要签名 说完他笑道 这下终于不一片 亲朋好友说他是做金融的了 克勒美在看到 合金装备大火后 感觉又闻到了钞票的气息 不过这次他们吸取了教训 并没有背着小岛 去偷偷搞什么续作计划了 反而安抚小岛 让他专心开发续作 只是从公司内部 提拔了一遍叫野铐真胎的新丁 准备做一款合金装备的钱钻来捞钱 当然克勒美之所以被叫做K表 肯定不是省油的灯 表面上好像是因为小岛收服太忙 我不得不另外找人来做衍生作品 实际上根据后期一系列的骚操作 瓜哥断定 克勒美是觉得小岛过于锋芒毕露了 高层已经有点控制不住小岛 于是想要另外培养个新人 从小岛这封拳 由于毕竟是新人 克勒美也不敢直接all in 只是让他在老人家新出的GPC上 做一款作品 掌机游戏你们懂得 制作成本会相对小很多 于是2000年 合金装备幽灵通天塔 就这么应运而生啊 你别说这个新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做出来的游戏水准不低 但是克勒美明显是买水军了 瓜哥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很多杂志媒体评价时夸张到 不光给这款游戏买分评价 还盛战这款游戏不光能媲美PS平台的 合金装备正传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你妈就有点太扯了 玩过的就知道 GPC版的合金装备虽说是好游戏 但和划时代压根扯不到一块去 PS版的合金装备 瓜哥差不多是跪着玩玩的 一路餐了老人 牛逼这样过去的 GPC版这方面差的就不是一心半点了 而如此高的游戏评价 使得周围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靠正态 被高层破格提拔连身术级 掩蓝一副将要和小岛分庭抗衡之势 高层甚至还把它安插到小岛身边 比起面用公司最优秀的人才 帮忙小岛去开发合金装备案 实际上大家都懂的 不就是偷学加监视吗 其实合金装备幽灵通天塔能表现的不错 不正是因为有合金装备这个底子在啊 后来的人哪怕在MSX版几座基础上分分不补 加上点PS版上的脑洞 呈现就算数字都不会低 克勒美这种买水军的行为 不光欺骗了玩家 连野靠这家伙自己都被骗了 正以为自己是和小岛一样的天台自主人 实际上之后他独立负责的几部作品 都原心毕露面临了暴死 其人生最后一部作品永生不灭 IGM甚至只给了他三分 从此在游戏上销身一击 当然这是题外话 小岛学乎并没有被克勒美这些小质量 影响到了心情 相反的有一件大事的发生 差点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 巧就巧在这事正好发生在 合金装备爱的丧失档次之前 而已经完成的游戏里 包含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毁的场景 这尼玛还得了 如果游戏已经推出 人家还以为小岛师傅和本达都是一伙的 一个现实里撞大楼 一个游戏里毁大楼 简直杀人还要出心 当小岛把这个问题报告给董事会时 董事们的脸都下白了 你也知道当时克勒美的高层是什么尿性 纷纷把责任推给了小岛 就在小岛将要引就此事时 董事长上月景正站而出来 他对小岛说道 这款游戏上市后 社会上会有一些讨论 他们会说到你 做出这款游戏的人 说到我 卖出这款游戏的人 和公司其他人其实关系不大 我是做好了豁出去一切的准备 你呢 当得知董事长如此力挺他时 小岛也终于下定的决心 共同推出了这款游戏 甚至还就是人们所看到的故事了 当然小岛也不会真傻傻的 原封不动的推出 回去还是利用有限的时间 删除了些许过于敏感的场面 在不影响游戏整体观感的情况下 两个月后 顺利的在PSI上 推出了合金装备案 自由自此 瓜哥当年买PSI 主要是因为两款游戏 一个是实况 另一个就是合金装备案了 那时我买了一本游戏及使用技术的书 里面附赠了一张 2000年13游戏展掉的演示光盘 正好收录了一段 10分钟左右的合金装备案实际演示 看得我那是如痴如醉 来来回回看了20多遍肯定是有的 后来等游戏实际发生后 才知道这算是有名的骗局了 二代的主角不再是Snake 他只是序章着你打了一个酱油 真主角其实是雷电 好在得益于游戏整体数字 确实不错 雷电也塑造得很成功 所以大家还是能勉强接受 哪里像前几年 高尔夫球2 训传片用乔尔拉满清怀 结果游戏发生后 让一大票首发玩家 像吃着苍蝇一样难受 上一桌的大获成功 明显让二代的预算充足了不少 嚇到这次请来了 好莱坞的专业配乐 并在PSI技能的加持下 让他细心念念的电影化叙事 终于得以第一次完全展现 PSC上的一代 老说就算是当时看 极其写演算都有点辣眼 得以于技能的大幅进化 敌人死亡后 不再像前作那样直接消失 各种花式长尸体的玩法 第一次在铅路游戏中显入出来 当然PSI的多边形 也没有多到能让你挥霍 摆满尸体 尸体多了一样会消失 但小岛秀夫 细心的设计了 小兵看到尸体后 会智能的撒上化石粉 来打扫现场 这么一来倒也说得通了 游戏的细节吩咐度 一能发指 比如甲板上的鸟会拉屎 然后你跑步过去会被滑倒 看到美女海报 你切换第一人称 脸会情不知情地听上去 发出猥琐的 这几声 躲避时 敌人甚至会注意到你的影子 枪击中敌人不同部位 都有不同的脚本演出 当时还没看过其他游戏 打小弟都有不同的反应 瓜哥觉得特别逗 专门瞄准敌人的要害打 常常看着敌人 伍则蛋蛋慢慢倒下后 开怀大笑 本作发售仅仅18个月后 就拿下了700万销量 关于PSI这台主机 瓜哥主机片也讲过 你别看下装机量1.5亿 好像很风光 实际上其软硬比并不高 很多游戏的销量 都面临了大衰退 所以合金装备2 700万的销量 仍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小岛政府也因此被新闻周刊 在2003年 评为十大风云人物 而自此 科勒美上下终于认识到 小岛政府的才能 不能局限在 合金装备一个系列身上 开始允许他做更多的尝试 而他的才能 又激活了哪些矿石神作呢 我们下一集来揭晓 谢谢观看 接下来